欢迎收看建筑300秒 我是建筑师高强 如果说现在能够与通舟规划相提并论的北京热点话题 那一定是关于新机场的建设 北京新机场的位置在北京市大兴区李贤镇以南 南阁庄以东 廊坊市的西边计划要建成一个超大型的国际航空综合交通枢纽 规划的终极目标是要达到客流吞吐量1.2亿人次 建设9条跑道140万平米的航站楼 投资超过800个亿 这是什么概念 首都机场的吞吐量8000多万人次 世界第二 世界第一的是亚特兰纳机场9000多万人次 而T3的建设规模将近100万平米 是世界最大的单体航站楼 所以估计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 新机场又是一个世界之最 那么这个未来世界第一大机场叫什么名字呢 说起机场的名字 让我想起以前去宜宾的时候 一到机场看到大牌子 当时人就醉了 武良业机场虽然很直白的 但也充分表现了这个城市的文化特点 那新机场呢 曾经广泛流传过一个段子 说北京天津和河北 大家在一起讨论 天津想叫武清机场 河北不同意 北京想叫大兴机场 天津不同意 河北想叫廊房机场 北京不同意 最后大家一商量 干脆叫武大廊机场吧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 据说曾经有过首都永定国际机场 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两个名字的提议 不过现在还没有确定 广大的网友也可以帮着出出主意 没准能有一个色香味俱佳的名字呢 刚才那个武大郎机场的名字 虽然是个调侃 但却体现了一个新机场 非常重要的特征 那就是这次的新机场和首都机场 其实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新机场的服务对象 辐射的范围 已经不仅局限在北京一事 而是将北京东南相关的城市 都纳入了自己的范围 而这个思想和现在的经经济一体化战略 甚至和环渤海经济圈的建设 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而这也正是新机场选址的重要原因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 中国的城市发展 早已经由原来的单一型的城市 向城市群集体转变 比如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长三角 珠三角都是这方面的典型 而对于京津地区来说 虽然也是城市群 但是我觉得和前面两个城市群相比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究其援金其实很好理解 因为北京长期以来 由于首都的特殊优势 导致资源非常的集中 这个集中不仅带来北京本身的城市问题很严重 而且直接导致周边城市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 比如最明显的就是天津 在历史上天津曾经是巨牛无比的城市 但建国之后的发展 却在三个直辖市中始终处于绝对的劣势 天津尚且如此 其他城市就更不用说了 而对于北京来说 一个好汉三个帮 单靠自己只能让自己陷入大饼拐圈 所以北京未来的关键 其实在于能够把多少资源转移出去 能够帮助周边的城市取得多大的发展 而新机场的建设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也是五大狼机场这个名字的真正内涵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北京城区的土地越来越少 北、西、东的发展都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 而南城由于长期发展之后 是土地库存最多的区域 因此未来发展的重点也只能在南城 我作为南城的人真的要替大家说一声 可算是轮到我们了 对于机场本身的设计 14年法国巴黎机场公司和渣哈事务所 联合获得新机场T1航站楼设计项目 法国这家公司大家很熟悉 就是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公司 那是非常专业的机场设计公司 负责新航站楼的功能设计 它选择的平面是集中式五指廊放射型 这个造型是非常舒服的 因为它可以有效的减少人们步行的距离 不像T3那样每次一下飞机 你必须要像一名静走运动员一样 奔驰在航站楼那漫长的走廊里 现在你只需要花费原来三分之一的时间了 而渣哈负责的是立面造型 据说采用了凤凰的设计理念 原来我记得一直说是海星 现在是海星变凤凰 不过也没什么 凤凰的理念似乎和T3的龙的概念更能匹配 而且更符合中国的文化特点 只是最后到底怎么表现这个凤凰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新机场的建设是北京奥运会之后最为重要的工程 丝毫不逊色于现在的大热门通舟 因为这个工程的完成 直接结果将产生一个规模巨大的航空新程 间接结果将对经经济城市群的快速发展 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继而能够进一步疏解北京的城市职能 缩小周边城镇与北京的发展差距 不过这一切那都是我们的美好愿望 在现在国际形势复杂 国内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之下 新机场的未来到底如何 远不是谈谈人生理想这么简单